凡是人缘差的人,身上往往都有这些特点,无一例外,但愿你没有,相信每个人的身边都存在着这么一种人,说话特别没大没小,而且平时不懂得考虑别人的感受,或许性格不错,但是就是不招人待见,人缘不好。 其实,人缘差的人,一定是因为自身有某种缺点,让很多人都讨厌,而一般来说,不招人待见的人,身上往往都有这些特点,无一例外,但愿你没有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,出尔反尔,不讲信用,信用是一个人生活中的名片。 有句话叫做人无信则不利,没有信用的人是无法在社会中安身立命的,在人际交往中只有诚实守信,别人才能和你建立长久的互动关系,但生活中有些人却不重视自己的信用,比如借钱不还,或者明明拍着胸口答应别人事情,最后却又出尔反尔。 这样的人不但没有道德,更没有格局,他们只图短暂的利益,却忽略了言而无信给自己人生带来的伤害。 这样的人,不但人缘差,更显露了自己低劣的品质,不停抱怨,当一个人整天不停唠叨,没完没了地抱怨。 那真是会让人烦躁,无论是谈天气,埋怨工作,抱怨交通,还是生活里的各种事,这些人总是找借口发牢骚,但问题是,谁愿意一直陷在消极情绪的漩涡里呢? 积极的态度和心情,才是社交圈中的王道,毕竟我们都更喜欢和那些让我们感觉好的人一起相处。 要记住,抱怨不仅会耗尽你的精力,还会传染给身边的人,这负能量的东西就像瘟疫,会让你的朋友和同事也感到郁闷,所以别再整天唠叨了。 而且,抱怨通常不会解决问题,相反,积极的思考问题。 寻找解决方案才是王道,如果你能带着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,那你将会在社交圈中更受欢迎, 因为人们都喜欢与那些有解决问题能力的人交往,喜欢贬低他人。 我相信,绝大部分人身边都有这样的一类人,张嘴闭嘴,就是对别人的诋毁和质疑,能有多损就多损,打着开玩笑的幌子。 实际上是为了达成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,表面上,大家是关系很好的同事,看似是语重心长地在说教,内心却根本看不起对方。 像这样的人,嘴里很少有好听的话,说的好听,叫没有情商。 说的不好听,就叫人品有问题,越是爱贬低他人的人,往往越没自信,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找存在感。 想办法慰藉自己空虚的内心,以自我为中心,凡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,在生活中都会表现出目中无人的一面,无论什么事情都是一副唯我独尊的架势。 这样的人,无疑不会受到别人的欢迎。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,每个人也有自己的思想,在没有绝对对错的事物面前,尊重每个人的意见是与人相处的基本原则。 如果一个人过于自我,不懂得尊重别人。 凡事都要以自己的言行举止为准则,就会显得蛮不讲理,而且还会暴露自己的偏执和无知。 这样的人,大家只会敬而远之,不懂得倾听。 不懂得倾听的人,通常被认为是自私的,因为他们只关心自己,不顾及别人的需求和感受,建立互相尊重和理解的关系,确实需要双方积极参与,想象一下。 你和某人交谈,但他们似乎完全不在乎你在说什么,只顾着自己的事情,这种感觉真的很不好,对吧? 倾听是建立深厚人际关系的关键,它意味着你不仅听到了别人的话,还理解并尊重他们的感受和需求。 当你积极倾听时,你传递出一种关心和尊重的信息,这有助于建立更亲近的关系。 所以,如果你想拥有良好的人员,不要忘记倾听,给别人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表达自己,听取他们的意见,理解他们的需求。 爱说大话,职场人际关系,说大话是遗迹。 做人最基本的就是诚信,一个没有诚信的人,根本不可能得到他人的认可与肯定。 同事之间,本来利益关系就很重,若是还缺少诚信,就更难建立起联系,喜欢空口说白话的人。 往往满嘴跑火车,一次两次,或许还能忽悠别人,可时间一长,就肯定会露出真面目,被人厌恶。 团队中,一旦这样的人变多,就势必会影响信任感,信任危机产生,配合出现问题,工作必定会受阻,甚至损害公司利益。 心言小,凡事都斤斤计较,有些人总喜欢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,和别人斤斤计较,哪怕是一个很小的讨论,也非得争辩出一个高下,喜欢斤斤计较的人,通常也都心言小。 别人一个无心的小过失,会被他牢牢地记在心里,有事没事,都要拿出来说道一番。 这样的人,通常情商都很低,也习惯性给别人制造难堪,无形之中便得罪了他人,没有谁愿意和斤斤计较的人有所交集,和他们在一起,永远都会觉得心累。 人缘的好坏,会直接决定我们生活的好坏,如果有了好的人缘,就好好珍惜,如果人缘不好,就要学会自我反省,改掉那些不好的坏毛病, 为自己赢得一个更好的交际环境,不懂得道歉,有些人明明犯了错,却死不认账,不肯道歉,这会让别人感到被背叛和不被尊重,这样一来,信任就被彻底打破,人际关系也就不好维系了。 其次,这些人可能太过固执和自大,他们认为自己永远是对的,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,这种态度会让别人感到很无奈, 因为没法跟他们建立互相尊重的关系,再者,不喜欢道歉的人可能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足,因为他们不愿意面对问题,也不愿意承认问题的存在, 所以冲突通常得不到解决,只会越来越严重。 最后,有些人可能缺乏同理心,他们无法理解别人的感受和需求,不愿意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,这会让别人感到不被重视和不被理解。 从而远离他们,喜欢占便宜,在职场,喜欢占小便宜的人可真是太常见了,我相信很多朋友身边就有。 而且与这类人相处深有感触,爱占便宜的人,总是喜欢在一些迎头小利上,做手脚耍手段,费尽心机,最后发现不过就是为了几块钱,而被占便宜的人,总是会很憋屈,明知道自己被利用了。 可是又不想为了这点小事,去大动耽搁,虽然如此,可若是让人忍气吞声,又觉得非常难受。 所以,喜欢占便宜的人,在职场很不受欢迎,人际关系也不好,几乎是大家最讨厌的一种类型。 没担当,责任心,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,然后就选择逃避,甚至将问题迁移到别人身上。 这种行为无疑是可耻的,一个没有担当的人,就说明他很懦弱,胆子小,也自私,通常来说,这也是他缺乏的责任心。 人缘差的人,只要摊上的问题都会抛给他人,虽然看似他不吃亏,对于自己有一定的好处,但这种情况一旦积累过多,就会成为无形的刽子手,毁了自己。 这样的你,也很难得到他人的尊重,喜欢极度,在职场中,很多人都见不得别人好。 有人可能表现直白,但有的人却藏得很深,团队中有一个同事工作出色,获得了奖励和表彰,还被评为了模范,此时此刻,就会有不少人出来祝贺,但也有人心生极度,很不平衡。 认为对方根本不配,极度心强的人,从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,只知道眼红他人,否定他人,要么是思想有问题,要么就是素质和人品有问题,所以,才会那么容易心生怨恨,见不得别人好,是人性最深处的恶,很多人都有。 可是,有的人懂得意志,有的人却任由其发展,越是喜欢极度别人的人。 人员往往越差,自己也很难得到提升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。